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石口袋 我是Anjo 最近台灣的天氣實在是很冷 終於有比較冬天的感覺了 那在冬天呢 對這份人性的飲料呢 莫非可可莫屬了 然後以往如果我想喝可可的話 就是我直接去買可可粉泡來喝 但是呢 今年我不想要這麼的無聊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可可可以 經由自己的喬手變得更高級的口感 而且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有時候去外面吃飯的時候 都要有一點提心吊膽的 所以如果可以在家裡 喝到高級的熱可可 不知道該有多好呢 所有延後開學 但又不想往外亂跑的大朋友小朋友 現在你們有了 一個新的選擇 就是在家裡泡高級的熱可可 不過 買材料呢 就是 雖然材料還是要去外面買啊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挑戰的東西就是 有提拉米蘇風的濃厚熱可可 若是喜歡奶味重的朋友呢 這個熱可可食譜非常的適合你 那我們呢 馬上開始吧 GO 因為這次要做提拉米蘇風味嘛 所以要有一點咖啡香 然後 這個是我買的吉隆咖啡粉 對 因為 特價 其實我平常沒有在喝吉隆咖啡 但是因為它特價 所以我就買了 這個 對 那我們要它的份量呢 只要一小匙 這個吉隆咖啡粉呢 先加入一點點的熱水 讓它融化 放在旁邊備用 再來是準備這個 Cream Cheese 這個是叫做 中文是奶油滷肉 奶油滷肉 奶油起司 這個Cream Cheese 等一下拿來做奶蓋 或是直接挖一小時的量 那大概是挖這樣子一小時的量 再說一下軟化放在旁邊備用 然後 把剛剛的Cream Cheese 放入碗中 哇 下去了 還有一小時的砂糖 先把它們攪在一起 我覺得很困難 總之加入鮮奶油50ml 因為我想要有一點點奶蓋的感覺 所以我要抽加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好了 完成 我們先加入五湯可可粉五小匙 1 5 來煎這個可可粉煎大概30秒 讓它的香氣出來 這時候加入兩大匙的水 讓它溶解 我稍微先關火 因為太燙了 再加入兩小匙的砂糖 再倒入300L的牛奶 再倒入300L的牛奶 哇 加一點 咖啡的香 小分清雲 這時候便便要小泡泡了 OK 為了要有滑順的可可 所以上面放了一個濾網 如果不放也可以 OK 再把鮮奶油加上去 哇 看起來超讚的 看起來超讚的 超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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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 提拉米蘇風濃厚熱可可 好 我要來喝喝看 超好喝 好幸福喔 上面鮮奶油BB了 但下面熱可可很溫暖 我覺得如果想要可可味重一點 那咖啡不要加太多 好好喝喔 然後不想咖啡味道太重的話 你可以選擇不要加 或是說就加一點點 我覺得都很好喝 巧克力還是最重要的啦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個 在冬天喝很療癒的 在家裡就可以做的 高級 可可芽 那就是這樣子了 這次呢 差不多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點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就訂閱我喔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絲專案在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